現代人手機不離身 一機在手串連全世界 透過手機最有可能遇到 資訊滿天飛的情況 不管是小額詐騙 或者是不實訊息 新北市警察局板橋分局偵察隊表示 這一些訊息主要分為假惡害 都是有其目的性 第一個惡就是出於惡意 然後散播於眾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是假的虛假偽造 第三個是害 就是造成社會大眾的損害 詳細來講就是 出於惡意來混淆民眾的訊息 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為了謀取某些經濟利益 所以來散佈這個訊息 第三個部分就是 這個訊息必須要可以查證 可以查證為錯誤的訊息 區分為假惡害的訊息 每天都從手機簡訊 或是LINE的傳播當中 有可能不斷的被轉送分享 民眾若是看到任何訊息 首要的就是要警覺心 從誇張的標題 到看起來很怪的網址等等 判斷是否為假資訊 發布訊息的來源是否為人頭 你可以去看它的點擊力 還有它創立帳號的時間 那第六個就是 我們要判斷它是不是為了 酷手為了搞笑 來傳這個訊息 還是為了言語這個政策 還是那些新聞來判斷 除了培養媒體試讀能力 查證假訊息之外 板橋分局偵察隊 建議民眾可透過 訊息查證APP 協助搜尋消息來源 另外詐騙訊息的部分 則是建議民眾 透過電話公司客服 關閉小額付款的功能 並且培養正確的觀念 簡訊連結請勿直接點選 並且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來做查證 記者林立吳智恆板橋報導